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崔维成的生活简单到让人难以想象 他穿的都是几十元一件的衣服 没有自己的车子 出行全靠公交地铁 甚至连一家三口都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中 只有六十几平米 自己的生活极尽简朴 但崔维成每年都捐出几十万 去帮助家乡学子和困难人士 崔维成一直以他的海门同乡张简为榜样 尽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片子里说您那房子六十几平米 对啊 我很冒昧地问一句 那是您唯一的房子吗 应该就是正在我名下房产的就这一套 我的一个态度是这样 跟我的家人一样 我们只允许占有我们需要的物质的财物 我不允许把那个房子买来 什么升值什么空观 这个是我一种生活的一种理念 不允许的 像这个一三年我到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大学送给我一套房子 那么现在我去了西湖了 上海海洋大学那套房子 我这里又把它卖掉了 又把它捐掉了 我跟家人说 这个房子我绝对不会留给你的 这个然后今后西湖大学给我房子 也是要捐的 我也不会留给你的 崔教授当时上海海洋大学 分给他的房子不小 140平 上海他直接就卖了 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新的科研当中 因为我来上海海洋大学 不是冲着他给我房子来 这个对我来说是白捡的 然后我现在就是这十年里边 我跟我夫人儿子说 我们的成功不成功 不是这个项目成功不成功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能够数入我的初心 我是靠年薪吃饭 靠工资吃饭 我的年薪单位里面给我的用不完 我还可以足够的力量捐掉一点 也好等等 然后儿子你将来要靠自己的 你现在大学毕业了 工作了 应该来这就可以了 你让儿子实际上是让他要靠自己的 那当然 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 我这个钱 确实我要用不完的话 我更多的是给孩子的 但你没有 这个是对儿子的什么是爱啊 我们就像一个老鸟带小鸟 你去找了蛇喂它 让它养得肥肥胖胖的 将来有一天你先走掉以后 这个鸟飞不动 它找不到蛇 它要饿死的 所以我们一旦会飞的时候 一定要逼这个小鸟 你自己去飞 自己去闯 我不认为我对儿子非常不好 对夫人不好 就是 就是真正的爱的表达的方式 你觉得 对 还有一点 刚才你说到 你需要的就是要十个亿 然后前期有那么多投入 但我了解到 不仅是你 还有你的研究团队的成员 是的 你是要求自己和他们 都是不占有这其中的一个股份的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科业啊 是这样分两个层次的研究 一个叫攀登科技高峰的 就是穿世界第一 穿先锋的 第二个呢 就我拿掌握的这个技术 推广应用 做市场的 我现在的目标 就很希望领一组团队 是攀高峰用的 攀高峰的那个人啊 必须要清张捷径 思想又简单又好 生活又简单又好 如果是一个科学家的吧 你的那个被股份 那个牵在鼻子走 那这样以后 我们的整个这种项目 就要扎在你手里 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这样以后 就进我团队以前 我先谈好 我给你的年薪 是在国内 比如说所有的工地研究所 工地单位里边 是最高的一个年薪 然后我这边的操作模式 是这样的 不允许这个 占有部分 有一天你想不通了 自己觉得资板硬了 或者要去赚钱了 你离开我的团队也可以 那么我要找的那批人 是攀登科技高峰的 就心无旁骛轻装上阵的那群人 对点